最近在 YouTube 上面也好 还是在 Facebook 上面也好 有非常多 Proton S54 的消息在洗版 可是另外一款国产 SUV Produa D55L 的消息就比较少了 因为有不少的观众问我们啊 为什么这个 Produa D55L 的消息那么少 可不可以 update 一下它有什么新的消息 所以今天的这一集节目 我们就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所有关于Produa D55L SUV 的信息 如果你是对这款 SUV 有兴趣的话呢 那么这一期的节目 你就千万不能错过了 在 2019 年东京车找上面 首发的这个 Daihatsu Rocky 它没有意外的话就是 Produa D55L 的原型车 这款车上面拥有非常多 这个 Daihatsu 的最新科技 其中这个科技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 DNGA Daihatsu New Global Architecture 以及 1.0 的涡轮增压引擎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 DNGA 平台 它是一个全新的模组化平台 和这个 Toyota 的 TNGA 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 它最大的重点呢 就是它加强了这个车身的刚性 以及降低了重心 以前的 Daihatsu 或者是 Toyota 车款 常常会有人说他们的这个操控表现啊 或者是驾驶感受 就很普通 但是采用了这个 DNGA 平台之后 这个 Daihatsu 的车款 还有 Toyota 的车款呢 在操控表现都进步的非常大 目前采用这个平台打造的 这个 Rocky Rise 还有这个 Tantor 等等的车型 都被日本媒体赞誉 而且对他们的评价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就知道啊 这个 DNGA 平台 帮助这个 Daihatsu 的车款 提高了一个层次 再来一个重点 就是 DNGA 平台 让这个车辆的空间运用更为合理化 我在东京的时候有去体验过一下这个 Rocky 虽然说它只是一台 Air Segment 的 SUV 但是实际上它的空间表现啊 是非常出色的 已经逼近了一些 B Segment 的车款 如果拿来和 Myvi 相比的话 它的空间完全不会逊色 甚至还更加优秀一点点 再来呢 就是它的安全性 因为车身的这个刚性加强了 所以它的安全性也大大的提高了 在最近呢日本公布了这个 Rocky 在这个 JMCAT 的测试成绩 它获了 JMCAT 的五星评价 所以呢相信这个 安全性会是 D55L 最大的卖点 如果你是打算选择一台家庭车的话 我相信你也会去考虑到这台车的安全性 那么在这一点上 D55L 应该不会让我们失望 在安全配备上面呢 我相信 D55L 其实也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目前普鲁多的车款啊 像是 ASIA BESA Myvi ARUS 全部都搭载了这个 ASA 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在 D55L 上面 怎么可能会少了这些先进的安全配备 而且我相信 D55L 上面的先进安全配备 还会进一步升级 因为在日本版这个 Rocky 它搭载的先进安全配备非常的丰富 而且还包括了这个主动式的定速巡航 如果有这个主动式定速巡航的话 我相信这个 D55L 应该会有很多人选择它 引擎方面呢 之前这个 Produor 的 CEO 已经确定了 未来 Produor 的车款 会采用这个 1.0 的涡轮增压引擎 这个 1.0 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是 98 PS 峰值扭力 140 Nm 这样子看数据啊 它的这个引擎动力好像不是很出色 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 就是这个涡轮增压引擎的扭力 会在非常低的转速就爆发 加上呢它搭配的是这个带有起步齿轮的 CVT 也就是 Direct Shift CVT 所以呢它的这个加步表现应该会非常出色 而且重点是这个 Rocky 的这个车身重量只有 980 公斤 所以我相信它的这个整体的动态表现啊 比起 Myvi 强 几乎是肯定的 说到这里可能还是很多的网友会认为这个 D55L 的 1.0 涡轮增压引擎动力不够用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找来了 Proton S50 还有 Perotor D55L 的原型车 也就是吉利 冰越 还有这个 Diasu Rocky 的数据来做一个对比 在冰越上面 它的非混动顶级版重量为 1357 公斤 它的引擎最大马力是 177 PS 如果以这个马力车重比来算的话 冰越上面一个 PS 的马力必须推动 7.7 公斤 在 Rocky 方面呢 Rocky 的车重是 980 公斤 它的引擎马力为 98 PS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 PS 要推动 10 公斤 这样看 冰越的马力确实会出色一些 但是实际上这个优势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大哦 做完了以上的对比 我们接下来再拿这具引擎和这个 Myvi 的 1.5 自然进气引擎做一个对比 在 Myvi 上 这具引擎 它可以在 6000 转爆发出 103 PS 的马力 在 4200 转爆发出 137 Nm 的扭力 至于这个 1.0 的涡轮增压引擎呢 同样是在 6000 转爆发出 98 PS 的马力 至于它的扭力呢 在 2400 转就可以发挥出 140 Nm 的扭力了 它的这个最大扭力爆发的范围 比起这个 1.5 自然进气引擎还要早很多 这代表着这具引擎的加速并不差 这样看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引擎的数据就好看了很多呢 另外呢 也因为它低扭就可以爆发出高扭力的关系 所以在市区驾驶应该会非常的轻盈 重点是 这具引擎它还延续了 Daihatsu 还有 Toyota 车款 一直以来的这个出色的这个油耗 还有排放表现 所以相信这个 D55L 如果搭载了这一具引擎的话 它还是会有非常节能的表现 最后要说的是 除了 D55L 以外 未来 Pelodo 的车款也会采用 DNGA 平台 或者是这一具 1.0 的涡轮增压引擎来打造 讲到最后 我相信很多朋友会问 两辆车哪一辆车比较好 实际上没有车是最好的 只有最适合你的车 这两辆车瞄准的消费族群其实是不一样的 Produa D55L 瞄准的可能像是比较在意油耗啊 低保养还有耐用性等等方面的 至于这个 X50 它瞄准的消费者可能就是喜欢这些先进炫目的配备啊 还有这个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毕竟这个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有着纯正的 Volvo 血统嘛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 X50 可能就像一台配置很好的手机 而且售价非常的清明 但是如果你不小心把这个手机的荧幕跌爆的话 可能换一个荧幕就要七八百块钱了 这个就是科技的代价 因为这个 X50 的科技含量比较高一些 所以可能导致它日后的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两辆车没有谁比较好 只有你更喜欢谁 更适合谁 至于这两辆车怎么选择 凡事有两面 就看你是喜欢这一个平时的代步工具 还是一个动力强劲高科技的代步工具了 至于这辆车的上市时间啊 之前原厂几乎是确定了在今年 可是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关系 所以可能会导致它有一点点的延后 不过我们相信这款车其实已经可以准备好发布了 至于什么时间会发布 我们就要等待Produr原厂的公布了 但是相信这个 D55L 还有Proton S50 在今年的马来西亚汽车市场 会引起一个很大的波澜 两辆车你支持谁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多多留言 我是Ivan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